不算共筆,這應該投影片 但他好像要一點時間也 大家好,我是宇昌 那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新亞開的坑 然後我今天是個代理人 然後其實也是裡面的其中一員 那這是各國解封指引會整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呢 其實就是因為 這上次 上次其實我們已經有提案過了 那有一些進度 那最主要是因為 其實我們都知道 台灣接下來疫情會進入後疫情的時代 那各國 有些國家開始解封了 但是大家遇到Omicron又停下來 那但是呢 未來還是要面對解封這件事情 可是常常 中央地方疲於奔命 做法又太多元 然後大家常常無所適從 然後民間想協力 也不知道該怎麼開始 那所以希望大家一起來整理 各國的那個相關的經驗 那也許 我們也可以傳給台灣的 相關的單位參考 然後挖掘可能屬於台灣的方案這樣子 那包含呢 我們需要各國的語言好手來 整理翻譯呈現國外經驗 目前好像還缺法文 來協力讀資料 轉譯製作開放為本的各國解封指引 然後跟大家相關的 覺得有興趣的人都可以來參加 那目前還剛起步 可以先來聊聊 那上次呢 其實我們已經成立了頻道 所以也歡迎大家加入這個slag頻道 那這邊有許多的貢獻者 我們感謝他 可是我怎麼被擺在上面 我沒有什麼貢獻 那各國可以找的東西是旅遊限制 一般生活限制 疫情施打狀況 然後疫情流行狀況 出入境限制 那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各國的疫情瞬息萬變 可能有一些規範很快又改變了 是不是有地方各自的規範 也要注意一下 然後像美國 每個州有時候都不太一樣 然後這邊是之前整理的一些東西 像AIT的疫情指引 日本的 然後這是日本網站 然後韓國的 新加坡的 馬來西亞 然後美國的歐盟 英國 法國 現在目前還缺法國的 那我再找朋友問問看好了 那德國 然後這是全國性的指引 那這是我們整理出來的東西 目前基本上都是不在意 染疫情況來看 而是看住院的人數 看那個醫療系統的負荷 那這是相關的資料大家可以參考 那我們也要邀請大家一起來發想 如果台灣的疫情一直都控管還不錯 但是各國開始陸續與病毒共存 而且彼此互相開放邊界 那我們台灣要開放邊界嗎 或是我們該怎麼辦 這可能也歡迎大家一起來討論 那最後有一個特別服務 我看到今天前面跟後面 通通都有翻譯坑 如果需要翻譯的網頁可以跟我講 然後你只要把它整理成一個TXT檔案 然後我可以用我的程式 還有我的信用卡來幫你快速的 翻成Google Translate翻譯成的結果 對 但是它是Google Translate 所以它會出現視頻這種奇怪的東西 你可以要自己再校正一下 好有需要請來找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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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